哎哥你听说过 注意圈 你听说过没有 注意圈的吗 就是 第一个你要听 你能够听到最远的声音是什么 然后在最近的 能听到的一个声音 你都呼吸声 你都呼吸声 我没呼吸哥 你没呼吸 然后这样切换 你的注意力就会特别厉害 就是你可以通过这个注意圈来去 屏蔽掉你想屏蔽的信息 和接收到你想接收到的信息 我认同 我认同你 你知道吗 以前我拍戏跟亭峰 他就问我要不要学龙春泉 然后他带我去个公园 亭峰就找了一个椅子 就坐在旁边的 他叫我站在中间 打永春 打永春拳 慢啊 亭峰就是坐在这 就看着 哎坐啊 嘿嘿 每天加油 哈哈哈哈 这个是这样 开始这样 好慢啊 真是好慢的 拴住 我都一直在打 开始很多人围着我 我可以听到旁边很多人说 那个称为你在干嘛 你看 嘿 我看到有狗仔队来了 然后我有点生气 就是我觉得为什么要这样做 就是为什么要带我来这个 明白 然后他说 为什么要带你在这么多人面前 打一个这样的拳 就是说你要学会 屏蔽 就是他刚才说的话 就是你学会其他人 说什么 你不要听 不要理 你赚注 在自己的世界里 要屏蔽掉那些声音 对 以前我会很在意 别人怎么看我 为什么你又误会我了 为什么你又这样写我了 但是经历过那段时间 那我学会屏蔽 嗯